这个集市从中国的唐朝时期 也就是一千三百多年前 至今都如 也就是一千三百多年前 至今每个周五都如期举行 同时它也是柴马古道上 唯一一个还幸存的集市 对 今天就拿这个北龙来的 就最苦了 哎呀 品硬吧 做云南人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才能吃云南 哦 好可爱 是吧 好 谢谢了 那我们先去出发了 这个集市就坐落在美丽的沙溪山谷中间 躲过了岁月的摧残 今天我们就要带你去看一看 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 没有 这个小单子吗 阿姨 你帮我趁一下 你帮我趁一下 五块 五块一九块 先买点早餐吃吧 你看这个豆腐长了毛的 这个豆腐是做俘虏的吧 对 做那个母腐 你把它捞一下就是 嗯 有那个辣椒面 大面你自己天然 更好吃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吃臭豆腐 我们故意把豆腐放了时间久一点 长毛出来 再放点辣椒面 拌在一起 特别过瘾 你看 哇 哈哈哈哈 所以看着恐怖 但是很好吃 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那个北站门客站 北站门客站 我那个西卡旁边 呃 48号毛巨就是我老包子 那我帮你 你帮我帮你 我帮你吃 你帮我帮你吃 你帮你吃 好 谢谢 拜拜 好 上次了啊 三生分宵 那一步吃 你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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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今天可以买多少 你买了 几天 几天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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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楼打架 没事 没事 好大的大枣呀 这里面有什么 就那个木头 两元一双 一传十 十三百 想让大家更买 快来椒 快来买 用了洋方箭鞋垫 让你的骨头 没有放这个糖吗 这么甜 早上八点多钟 八点钟的时候 我就打了 还有那种大米打的 大米也可以打 玉米也可以打 随便 两样可以 夹在一起打都可以 所以你还买鞋还做这样 我做鞋做了22年 那你每周来几次这里啊 一周赶一次嘛 星期五 该该都来 多了很这些外地人 我们认识的外 全是外地人多了 好 好 先看看 这个玉米和这个一起打出来 它这个温度调和不一样就这种开花了 不然打一种就打出来就是值得 对对对 这个挺好吃的 这个好吃啊 眼睛满都浪费了还挺脏的 嗯 这个也是 不是刚刚这个打过来里面机器可能没洗干净 给你太好吃了 二大阳冩都成了 天啊 这个你没有玩过 大谷道在早期主要是指中国的内地 还有藏族人民之间的一些货物交易 是你们自己种的吗? 因为藏族地区的一些气候特征 他们那里不能产一些蔬菜呀茶叶产不了 但是他们没有需要 所以呢内地的人就会运输茶叶 还有一些别的货物去到西藏 然后西藏那边盛产一些蘸马呀 还有肉类呀他们就会运输他们那边的马 建杂的好吃到内地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会有两边人民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线路 这个线路经过了很多地方 其中云南包括沙溪这个市场 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必经之路 所以就非常的繁荣 对这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由来 就是茶叶和马的一个交易 但是也有别的货物 阿姨你好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背罗罗 哦背罗罗 是不是这样子带的 好好好 然后捆在后面罗罗上 这也可以你背起来嘛 这个背了 哦 这个背了 这个背 这个背啊 这样子背吗 嗯就是这样子背啊 嗯 那头头不累吗 哈哈 我看到过很多白族的阿姨 她们背很重的东西 必须要用头来 来加一点力 想一下我背了一个200斤重的东西 这样走 我觉得很难很难想象 我们是香橘子 这么多香橘子 哈哈哈哈 大部分人都是就健康过来这边 对对对 健康到这有多远 就三十个公里 也就三十公里 这边不放 嗯 有比吗 有吗 有比 有比 好的 我们是从大陵那边 七八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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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十二点半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 逛过的时间最长的菜市场 逛了五个小时 我们是香橘子 下集再见 订阅或者点击 更多有关真实中国的视频 你的衣服很有超市 这个能穿一辈子 穿到我老师 来 先来做点 你们去买 先买了 这个我买太多了 给你们一包行吗 送给你们一包 好 谢谢